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明天台港 然後要開放的極編練時機點 那有出新的角色就是65C的順 那當然的話也有些舊的65C也是有跟著復刻 那就是順跟莊子 還有挪哲楊簡 城隍莫子 司馬千跟曾子還有子貢 那這幾隻都是會出來的 那當然的話不意外60C也還是會出 好我只希望不要再抽到旅動頻道謝謝 好吧那我們今天就來直接分析一下 磁人的智人 磁效智人地順 那他的種族的話是管理者龍族攻擊型 COS65 HP8-219-7110-2528 新轉大綠爆彈 定時障礙轉大炸彈C珠 特大雷射 那總共是打4次 X型十字X型再十字 不是X加X加 大家看一下 好了那三回合綠鼠 連鎖綠珠 機率掉落大綠爆彈 解除前攻防自身 自身攻防增2000 那基本上以主動技而言 主動技其實是還好 沒有說到壞到一個不行 但其實真正壞的點 是在主要還是在他後面的部分 因為前面的話我是覺得 以前面而言這樣子做的話是還好 因為這樣做的話 就是變成說其實 就是如果你排除掉所有的被動 你只要把所有的被動排除掉 其實你會覺得這個技能組是相當 算是相當的合理 以及很常見的配置 以一個65C而言算是 六回合三效 三個效 三個回合的CD效果 是不差的啦 就是 以他的技能組而言算是 中規中矩 但主要還是在他的後面 他的後面真正讓他強大崩壞的地方 但說實在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會讓順變的這麼誇張 就是他的CG 那他的CG的話是 單體究極傷害加 一回合綠鼠性攻擊力提升 那一回合綠鼠性攻擊力提升 我在採打65C 應該不敢放的跟鯨魚星一樣 好像是5.5% 應該會是7.5%的攻擊倍率 所以 就是跟正道船 還有白G1是同等級的傷害 那可是由於他的攻擊機質高 而且他的攻擊倍率也高 就是單體究極傷 所以他本身CG會在基本上 應該是會海放他們一波 但是說句實在話 有人開始在覺得 會不會威脅到他們的地位 第一個是正道船 但正道船的話 因為他還是在破炮的部分 破炮跟防毒 那可能 當然也都是攻擊型 但是正道船的話 我覺得主要還是在幻想隊的 超級-CD上面 就是他的禁王的-4CD 那個基本上他的地位還是無可動揚 因為有時候-2跟-4就是 全體-1跟全體-4 就是還是有一個差距的 在打關卡可能有時候高壓的關卡的時候 還是會需要用到正道船 所以正道船會不會被壓掉 基本上一定會壓縮到一些生存空間 但是我覺得當白巨翼跟滾出來的搭配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感覺到正道船已經沒有像以前的那麼常見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幻想隊的主流性就開始有點往下掉 反而取而代之的是以滾為 滾為基本架構的管理者隊 反正以滾為架構我們就俗稱管理者隊 那現在又有另外一個管理者 那看來要分管理者2.0 但是說句實在話 順跟滾是可以一起搭配 那看來管理者隊將會是一個新時代的一個潮流的隊伍配置 基本上暫時應該會是他們兩個一起傷害大部分的黃屬性跟關卡 藍屬性有可能會 可能文財神的地位可能也會有稍稍稍稍稍的受到一些些影響 一點點 但我覺得不會太多 就是因為文財神他自己強大的地方還是有 所以文財神可能會有一點點受到影響 但是我覺得影響也不會太大 那我們再來說第二個白巨翼 白巨翼的話基本上他最大的優點 還是在於他C族強化的部分 那只要你配上洛西你全版C族強化 基本上大概就是等於多個10指到20指 或者是更多的話可以到30指之間的量 這個基本上永遠還是白巨翼強大之處 那就要看看順有沒有辦法用他的C技倍率去補回這個20指的傷害 但我覺得有一點難度 因為如果他們炸板的大前提一樣都是有全體握手的話 也就是說基本上你要補上80指的量 你才有辦法去補回這個傷害 那我覺得以順這個技能組而言要補回這個傷害 其實本身還是有一定難度 所以會變成說白巨翼本來定位就已經比較偏向排行跟團戰了 那因為由於排行的話就是需要大量手指跟疊弓 那如果前提疊弓倍率都一樣 那就會看C技的倍率跟他的手指的影響 那我覺得以白巨翼而言 手指的影響可能還是會大一點點 所以打排行會不會白巨翼就完全下去 我覺得是不至於 反而會看到另外一種情況是白巨翼加順 兩個一起搭配的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反而比較不會像剛才說的白巨翼就徹底下去 我是覺得不至於 白巨翼跟順反而會一起去疊弓 這個是我覺得可能會看到的狀況 這是我比較... 所以不要說 不要有一些玩家已經開始在說 我們這樣子亂推薦新手玩家 去製作...去選白巨翼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我覺得不至於 我反而覺得會看到的是順加白巨翼加滾的這個搭配組合的出現 我覺得反而會看到這種的配置 所以白巨翼會不會就此下去 我覺得不至於 反而會讓他融入這個體系去打...去衝擊排行 這是我覺得可能會看到 因為之前白巨翼的問題 白巨翼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手指下去之後 因為他是紅轉爆彈 所以會跟滾衝撞 就會變成說 其實白巨翼有時候會有一些些的影響傷害 所以但是如果加上順這個疊攻倍率的話 我相信這個傷害問題可以補足 所以... 所以我反而覺得 不會影響到白巨翼的生存空間 反而是會讓他融入到這個隊伍裡面去做一個輸出 所以其實對於... 可能對於陣道傳的影響會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對白巨翼的影響不會太大 因為白巨翼本身 就已經傾向是排行定位 他打關卡其實不常見 我問你們你們李賀到底有誰李賀都在用白巨翼的 拜託 拜託 留言處 讓我是見識見識好不好 因為我李賀我也都是用黃隊速刷 我也沒在用白巨翼打啦 好不好 所以其實白巨翼定位已經比較偏向是排行 所以我不覺得白巨翼會就此被下去 這是我的看法 那被動的話是破障跟病毒 那這個還好 被動二的話是自身在前頭C珠生存救急所短 暴風機列強化 奇怪 呃...好喔 好喔 就是呢 人家把裝置的兩個被動機塞在一起啦 這個就是有點小壞啦 那被動三的話是自身以外角色在前頭自身參與一般攻擊 那本身是因為攻擊力高 但是只有自己沒有在前頭的前提情況下 能補陣的 反而是他的主動技的解除真攻防兩千 因為 這樣變成沒有弱勢的情況下 其實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被動反而其實會變得還好 就是 他可能平常攻擊機值 我覺得頂多在大概在一萬 一萬一出頭 因為我覺得 打一個關卡通常應該可以開到兩次到三次左右 大概頂多我覺得差不多兩次 所以基本上他平常的攻擊力機值會維持在一萬一或一萬二 不太會有一個隨時隨地都有一個突然爆一個六萬七萬的傷害 所以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這個會太誇張 因為主要還是因為他的C技是只有一回合的 應該是我在猜應該會是七點五的 一回合的效益 所以會變成說 不會像莫子那樣 你看莫子是三回合加150嘛 所以如果你莫子在頭疊攻 他有可能連續三回合都是五萬攻擊 所以變成說他有三個回合是 然後他又加150%嘛 所以 所以莫子 泳裝莫子的情況就有點像是 他的在尾巴常駐攻擊是大約是 六萬左右 那連續三回合 連續三回合 那等於是有18萬的攻擊力 那我不覺得順會達到這個的火力 然後這個 以這個火力而言 我覺得他還是會小輸莫子 一部分 還是會小輸莫子 應該蠻多的 應該不至於一點點 所以其實 順在這個背三的部分 不會 不會讓他造成太多的傷害 因為我覺得 除非你有本身就已經配爆發 你除非 當然另外一個前提 最大的前提是你配滾 配滾的話 那當然就 還是會另外可能 但我覺得他還是會輸莫子 因為莫子在尾巴的 殘餘攻擊是有 加150%的傷害 那順的話 本身是只有100% 然後是疊攻嘛 因為三回合 而且 一個有三回合效益 所以其實我覺得 應該還是會小輸 因為可能頂多持平啊 我不覺得會超越他 頂多持平 但是我覺得不會超越他 那被動式的話 才是順真正最可怕的地方 那順的話 他這個就有點是複合性技能 這樣的看起來 應該是全體 綠屬性全體減1 然後自身會減2 這樣的配置 那基本上 這就是已經把蠻多-CD的 蹭在地上牙 但是 會不會要卡爾達諾 卡爾達諾 卡爾達諾現在CD 各階層減1 其實現在效益其實已經不大了 我只能這樣講 卡爾達諾各CD-1 其實效益已經不大 卡爾達諾真正的優點 還是在於他進王前減3 那個才是卡爾達諾 真正最大的優勢 所以 所以其實定位來說 也不太會衝撞到 那反而順會比較像是 就是自己減2 會壓到比較大空間 是娜皮爾 我覺得會比較是娜皮爾 那 當然 因為我覺得 這樣配置減CD算是 也算是補足了滾的一個大缺點 因為滾 大家都知道滾 最大的詬病 就是在於 沒有辦法自己開場減CD 或者是 他的CD技能組 升為期三回合 那完全沒有任何減CD的手段的話 情況下 會讓滾系統的 輪轉會有一些些問題 所以本身順也算是 比較像補足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以一個理性的角度來分析 順很強 但是他會不會讓其他 所有跟他類似的角色失業 其實我覺得不會 因為他們的定位很接近 但是都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詞字 我記得是沒有保底 所以大家要小心 所以基本上 這個強度我會建議必抽 但是也不用擔心說 你們之前自選換的 白G1或者是正道傳 正道傳可能會影響比較大 但我覺得白G1影響不大 那當然 順的最主要配法 我還是會建議去拉進去滾 滾的管理者系統 那打牌的話 我想應該會 以後應該會看到 順 然後白G1滾跟 武財神這個配置 就是有點像是無限的疊攻 那這樣的疊攻倍率的話 而且 因為順自己在頭 本身就有包房激烈強化 所以變成說 其實順也不太需要 再配一個主動的包房激烈強化 就是直接靠著被動 這樣子去做一個輸出 我想 這個應該會是隊伍的 以後排行比較常見的隊伍 那當然前提 這個前提是沒有任何的 Damage殺 以及任何的Killer 這是前提 但如果有被針對龍族殺 那這個隊伍 可能已經就不可行了 因為龍族第一個順就是龍族 攻擊型殺也不可能 三個就已經都是攻擊型了 所以其實這個技能組被針對的可能性不大 其實以他的被動而言 不是 而種族而言他被針對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還是得說就是 他很強 但是他不太容易被針對 那他打牌一定會出現 那基本上他會是全能 應該是全能型的角色 那反而 反而我在想 比較不會出現在團戰 除非你關卡有給大量的定時跟障礙 不然的話 其實順出現在 我覺得順出現在 排行榜 而不是 團戰的可能性反而不大 我會更傾向用莫子 因為莫子基本上莫子有大量的轉C 黃轉C跟爆彈轉C 這個只要大量 基本上團戰都會給很多爆彈跟 黃珠我們可以自己想辦法省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其實 打團戰而言莫子的上場率 可能還會大於順 所以以順而言 他會比較常見在排行跟關卡 團戰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所以變成說 其實順 順的定位其實相當的 我覺得相當的明確 就是已經算他算是一個點 那他當然絕對是 綠屬性指標的一個角色 最頂尖的一個角色之一 基本上管理者 我覺得都算是頂尖級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我會建議 就是管理者隊伍 應該會之後會自成一隊 那這個辭職 基本上我會建議是必抽 但是沒有包底 沒有太過深厚的錢包的 可能各位要自己小心一點點 因為以這個強度而言 我覺得 不太可能會像愛因斯坦 這樣子在讓你們做自選 我覺得會有點誇張 那當然的話 這次莊子 莊子 我之前應該有分析過 那我到時候會貼在資訊可欄 讓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辭職 會是算是必抽等級的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喜歡 按個訂閱 按個讚 就這樣子囉 掰掰